你们有多少人是只有一份收入 我从小到大从事的所有工作当中 我没有说只靠一份收入 那大部分人都是一份 我永远有一些额外的收入 虽然可能不多 但是我不喜欢这种单一收入来源的感觉 它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我就觉得好像时 有可能我会失去这个东西 所以你如果你的生活中只有单一收入来源 就意味着你一辈子给人打工的几率会变大 你的创业 你那不叫创业 你那叫孤朱一智的豪赌一把 辛辛苦苦给人打工多少年攒了一些钱 每天朝九万五的打工过程当中 你了解了整个行业的内幕 苦其心智劳其心骨 你已经修炼到了足够的 积攒到了足够的能力 然后准备杜劫破关 把所有的钱非常有信心的砸在了一个 在别人看起来 可能明显就是个陷阱的这样的行业当中 然后一无所有 你最后归功于是吗 不幸的 被骗了 怎么样 你就活该 你在单一收入来源打工的整个过程当中 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抗风险能力 并且你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 你未来投资的 你根本不了解了那个行业 你去投资 我年轻时候犯过很多这样的错误 我亏的所有投资的钱 都是这件事情 我认为稳赚 第二 我有朋友 第三 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暴力 知道吗 我幸运 这三点汇集到一起 基本就是90%的失败 8半